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液氧化碳 距離低 質量Xm1 Xm2 他說繞著以直心做角度ω這樣轉動 然後現在他說 而且轉軸的話 垂直於他們之間的直線 如果只考慮原子對分子的直心轉動 則系統總動量量是多少 一個當轉軸的總角度量是多少 我們知道這個N 事實上是等於多少 就是用Iω 那是I等於多少 就等於M1 R1 R1的平方 加上平方 R2的平方 那R1 R2分別多少 這個假設R1 這個假設R2 他們知道 直點到直線的距離跟質量的存分比 所以這個是M1比上M2 這R2 所以我就知道R1就是什麼 R1是等於 你把D 分割成M1加M2等分 然後他得M1等分 這是R1 那這R2的話 是等於D 它乘以多少 M1加M2分 M2等分 然後把他帶進去 答案就出來 好 那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 M1 乘以多少 M1 M1加M2 整個的平方 那D再把它帶出去 好 這M2 乘以M2 M1加M2 然後把D帶出去 好 這有D平方 然後我們看 這樣子 好 然後這個是M1 這M2的話 嗯 嗯 噢沒有 跟他乘反比 所以這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M2比M1 M2比M1 應該要對稱才會 所以R1這個應該是M2 這個M1 所以R1應該是M2 這個M1 好 可以抽出一個M1 乘以M2 抽出一個M1 乘以M1 抽出一個M1 那這剩下多少 剩下多少 剩下是M1加M2 平方的M2 因為M2本來兩個 抽出一個出去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這個M2 M1抽出一個 剩下M1 就是再加M1 來 第一平方 Om 然後約掉一個 所以上次等於M1加M2 分著M1 M2 第一平方 Om 這就是答案 所以這筆答案呢 就是這個 還會完成 您 Gather 我看 AUm